梁議員 所指的連期 你都問了多久要計劃 是否公司或股份暫時公布的那麼多 不是這個考慮 而是要看清楚究竟家屬梁議員所指是包甚麼 定義不同 到時如果要做的時候 有些事是跟他的定義不同的時候 簡引起誤會 不過各位大家都知道 昨晚我太太發了進一步的聲明 表示在去年10月10日之前 除了Orient Express 除了Orient Express持有古動農地的權益之外 他自己我和我們兩個子女都沒有另外擁有古動農地的權益 OE的權益賣出的手續在去年10月10日 買方是他的弟弟有買賣合同 還有轉樣文件的轉樣的文書 那些昨天也發出了給全日圍的朋友 第三就是他也重新在賣出了這個股權之外 他自己本人我 我們的子女已經不再擁有上述農地的任何權益 我自己本人自知之中 都在上述農地沒有任何權益 此外大家都知道 前天各萬公司也發了聲明 表示委託了專業測量私行 會為上述的農地進行估值 在估值完成後 會將有關農地在市場 按市場價格公開支標 以完全公開招標出實 以完全撤除我太太外家 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可能出現的任何利益關係 另外一方面 昨天我太太的聲明也有提到 Orient Express在景捷公司所持的股份 一半是屬Orient Express實益擁有 另一半就是代一間公司 叫classic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 所持有 即是說Orient Express在景捷的實益持股比例 是37.5% 它會委託律師查核 證明它我和我們的子女 和Orient Express都在classic success 這間公司裏面沒有任何權益 因此警捷公司 因此它在警捷公司 是沒有控制性持股量的 classic success是一個朋友所擁有的 它在這個階段 它不願意公開聲明 所以我們是和它商量 去容許去找律師樓 核實 核實是甚麼呢 就是核實在這間classic success 這間公司裏面 我太太我 我們的子女 完全不是股東 不是董事 完全不擁有股份 為什麼要幫它 全靠這個股份 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也有講過 我太太是特許公司秘書 所以她的工作業務範圍 都有包括信託服務 代理人服務 已經通過了第一個動議 就是要求你辭職 議員都覺得 其實你從他看到 你做施政的寸步難 甚至有政黨都說 如果你不下台 他們會貪門發展局的工作 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現在經過幾天 這麼多人要求你下台 你的考慮是甚麼 如果你決定不走的話 是甚麼意義 各位好像我剛才介紹那樣 第一 我自己本人在新界東北 由始至終我自己沒有 沒有這個權益 沒有土地上的權益 第二 就是我太太、子女、我的家人 除了透過Orian Express 在新界東北持有土地 而在10月10日已經將它賣了之外 沒有其他在當地的土地權益 買完之後更加沒有 另外剛才都說了 國萬也都找人做股價會 公開將它售出 撤除外加可能所有的 和新界東北的關係 因此在利益衝突這方面 這個疑慮呢 我覺得是可以這樣撤除了 和釋除了 另外一方面 我亦都會按 問責官員的守則 和行政會議的守則 和行政會議的守則 去作出申報 大家見到 在去年10月 在去年9月 對不起 在去年9月 當我知道這塊地 是坐落在新發展區裡 已經是即時採取 跟進的工作 是去處理那件事的 在這幾天 我亦都得到 我發展局裡面的同事 有不少同事 表示支持 很樂意跟我一起 去推動發展局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 我仍然是全心全意 服務香港 你太太也都是民心無愧 始終都是拿著股份 是有股權的 其實有些甚麼 請你再講過 我一下聽不到 你太太就幫 這個class percent 她持有股份幫朋友 但始終她拿著了 其實她應該是有 權力在這裏 其實有些甚麼證明 可以做一步證明 就是你太太 即是信託呢 還有其實有沒有說 大話 蓋大話 這件事出現呢 沒有大話 蓋大話 作為代理人 要行使些甚麼權 都要得到 實質擁有人的指示 才可以做 你剛才說的 朋友是女朋友 你太太太 朋友 你說幫你做信託的那個人 那他跟新界東北 有沒有發展 有沒有任何關係 你有沒有隨身 和大家說 是完全沒有任何理想 據我所知 據我所知 就沒有的 Secretary Do you feel that you are now an obstacle of government to move forward so as the office and you have a great plan so as I said my wife has sold the shares in statement industry held by Orient Express last October ever since she I and our children do not have any interest in any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n the not any anti-NTA any anti-NTA Can I Can I 就說你會團職香港的物業市場 但是十月做了土地的買賣 其實這個買賣 雖然需要公布給陸人 聽說你為何會有做這個買賣 那個二百多萬元之前 有沒有一個很新的呢 即是百十年之後 你展現過想像東北的科長 那個售賣土地的權益那二百七十萬呢 那個交易價已經收妥了 你第二條問題是甚麼 想你怎樣收妥呢 有沒有證明 不是我收妥 不是我收妥 是這個已經收妥了 正如我剛才所講 正如我剛才所講 我知道這一塊地 坐落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她是九月份的時候 已經知道之後 就向行政長官報告 然後跟太太商量 跟著已經盡速將她埋了 這個已經盡我們的能力 盡快去處理 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嫌疑的問題 所以我們已經盡我們的能力盡快去處理了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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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